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刷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一部颇具魔幻色彩的惊悚片 一群年轻人玩真心话大冒险,行为越来越出格 甚至一个女孩被要求和闺蜜男友同窗亲密交流 然而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等待他们的更惊险更刺激的事情还在后面 电影开始,将用似火的墨西哥荒原上 女人一路驾车及驰 期间,她将车停在一家偏僻的加油站外 随后,紧张兮兮地戴好兜帽闯进商店 老板是一个憨厚的中年男人,开始是一切正常 但当老板接完电话回过头来的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她突然用一种诡异的腔调询问女人 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女人满脸痛苦地恳求结束了一个游戏 然而下一秒,她却极不情愿地从货架上取下打火机 呼呼烧死了商店里的一名无辜妇女 似乎,她正在被一股神秘力量胁迫 做着违背她自身意愿的事情 其实,女人的遭遇并非个例 在美国纽约的一个酒吧里 短发小哥罗尼自信满满地转美女搭讪 希望能和她在床上交流感情 起先,美女对她并不来电 罗尼不想错过机会,依然对她纠缠不休 美女转身摆出一副避之不及的姿态 看上去,罗尼的搭讪即将宣告失败 不过,就在下一秒,美女竟然转身 她双眼视红,嘴角向上扬起 扯出一个诡异的微笑 并完全不属于她的声音询问罗尼 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罗尼虽然觉得有些古怪 但美女竟然发话,可能事情还有转机 她几乎想也不想地选择大冒险 美女丝毫不留情面 她和罗尼当众脱掉裤子 罗尼纵横夜店多年 从未遇见过女孩提出如此另类的要求 不过浴火焚身的她 还是爽快地答应了美女的请求 随后,她跳上球桌当众宣布 面前的美女要求自己当众向她展示男性雄风 此时,下面的人开始起哄 让罗尼便拿出来丢人现眼 见反对和嘲讽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罗尼只好放弃 但下一秒,她的双眼突然变得血红 嘴角上扬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 罗尼不由自主地向台下竖起的球杆倒去 球杆尖端正对她的眉心 一旦倒一下必死无疑 好在旁边的人继续向她辅住 这时,罗尼的脚却踩上一只桌球 站立不稳的她又向身后倒去 这一回就没那么幸运了 她的头直接磕到对面的球桌 脖子在发出一声脆强后应声折断 罗尼当场毙命 这段诡异而恐怖的视频 被围观的群众传到了网上 立刻遭到众多网友的围观 巧合的是 两袭诡异的事件中 都有一个古怪的声音在询问 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而事情的起因 则远于一场真心话大冒险游戏 时间回到最初 女主艾琳娜和朋友们一起参加了一场春假旅行 在海滨派对上 艾琳娜认识了一名叫科特的男子 她外表随和,谈吐风趣 两人很快熟络起来 随后,科特邀请艾琳娜一行人到神秘教堂探险 众人觉得有趣 于是欣然前往 阴门下的教堂看起来阴森可怖 衣服许久没人涉足的样子 众人转了一圈顿觉无聊 甚至有人表示要立刻返回酒店 科特急忙提议 大家在这里 进行一场别开生命的真心话大冒险游戏 此言一出 众人立刻来了兴致 于是七人围组在一团 开始轮流进行游戏 第一个被选中的是女主艾琳娜 稳妥起见 她选择真心话 负责提问的亚裔青年雷姆 提出了一个道德困境问题 如果外星人入侵地球 她是牺牲眼前的小团体 还是用墨西哥所有人的命换大家的命 艾琳娜不加思索地回答 她愿意牺牲小我 看起来 她是个道德水润很高的女孩 接着轮到了艾琳娜旁边的罗尼 为了活跃气氛 她选择大冒险 她被要求在白痴山男孩泰斯面前跳舞 罗尼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还是一言照做 她别角的舞姿惹得众人一阵狂笑 游戏的氛围也变得愉悦起来 但此刻罗尼肯定不知道 正是由于这个游戏 后来导致了她命丧抬球桌下 又是一轮游戏 这次轮到身着黑衬衫的卢卡斯 她选择大冒险 令众人意外的是 她竟然被要求当众罗奔 卢卡斯毫不犹豫地到一边结束武装 然后一死不挂地 在众人面前来了一段落眼的舞蹈 游戏欢乐的氛围也被推到了顶点 穿好衣服后 她返回自己的座位 一旁的女友马基还拍拍她的肩膀 夸她表现不错 接下来轮到马基 她见男生们一个个玩得太过 于是果断选择了真心话 泰森不合时宜地询问马基 是否知道艾琳娜和她的男友卢卡斯有一腿 马基和艾琳娜都是一脸震惊 不知道泰森此言是什么意思 卢卡斯文言大为震怒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骂战 内幕急忙转移话题 这才避免矛盾的升级 接着轮到金发美女布莱尼 她不要求和女主艾琳娜舌吻 相应的画面 让在场一众男生眼睛发直 游戏终于轮到发起者科特头上 她选择了真心话 布莱尼询问科特 你接近艾琳娜有什么真实企图 然而科特的回答 却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她表示 自己之所以接近艾琳娜 只是因为她看起来好骗 她希望更多人参与到这个游戏中来 因为游戏开始就意味着死亡 越多的人参与她就越安全 说完 科特头也不回地就往外走 艾琳娜见科特一连认真 于是紧走几步追了上去 对于艾琳娜 科特似乎有些愧疚 她临走时提醒艾琳娜 如果接到游戏请求 一定要认真对待 否则就会完蛋 艾琳娜依然认为科特在和大家开玩笑 但难道回头再看的时候 却瞬间愣在了原地 前一秒还在各自位上的众人 一瞬间全部都消失不见 艾琳娜的神经开始紧绷起来 随后 小伙伴们各个双眼血红地 盯着她脸嘴微笑 艾琳娜开始怀疑 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下一秒 证如又在一瞬间回归正常 好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春假旅行还在继续 大家很快就将刚才的游戏 遗忘在脑后 慌乐的时光很快结束了 艾琳娜和她的伙伴们 又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 然而 怪事却开始接踵而来 第一个发现不对劲的是艾琳娜 她总在不经意间发现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的字样 出现在桌上 传单上 甚至是自己的汽车上 开始 她还以为是无聊的人才搞恶作剧 但她不知道的是 那一行字 只有她一个人可见 随后 艾琳娜来到学校图书馆 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同学们一个个红着眼睛 嘴角上扬 用奇怪的声音询问她 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人越聚越多 声音也越来越大 联想到科特之前的提醒 艾琳娜不敢拒绝 于是选择了真心话 那个声音让她当众讲出 好闺蜜麻吉的秘密 艾琳娜只好实话实说 麻吉经常背着男友卢卡斯 搞外遇 此言一出 周围的一切瞬间回归正常 但艾琳娜却没有发现 麻吉和卢卡斯正好就在图书馆内 并将她的话听得清清楚楚 气愤的卢卡斯站起来就往外走 一旁的麻吉拼命挽留 但无济于事 闺蜜之间的友谊 被艾琳娜一句话彻底葬送 随后 心有余悉的艾琳娜 将泰森 雷姆 布莱尼请到了家里 他们都是教堂真心话 大冒险游戏的参与者 艾琳娜急迫地向他们 讲述了自己最近的遭遇 希望和朋友们一起找出对策 众人听后都有些将信将疑 就在这一时 罗尼在酒吧 十足摔死的视频 竟然同时出现在了 众人的手机上 泰森认为 罗尼的死只是一个意外 但艾琳娜却坚持 这一切都与他们在教堂中 进行真心话大冒险有关 就在屋内众人 对此中论不休的时候 卢卡斯突然闯了进来 艾琳娜希望她也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但卢卡斯却对艾琳娜 在图书馆当中 揭穿马迹的事情 耿耿于怀 她不想参与众人的讨论 转身到了楼下 听歌散步的卢卡斯 突然听到耳机里 传来一句怪声 她面前的墙壁上 也出现了真心话大冒险的字样 卢卡斯不为所动 她仍然觉得 这只是无聊的同伴 在故意捉弄自己 就在这时 卢卡斯突然感到 她的手臂一阵着痛 她慌忙撩起袖子 这才惊恐地发现 真心话大冒险的字样 出现在了自己的手臂上 像被烙铁印在上面一样 卢卡斯终于明白 艾琳娜并非在微烟耸听 真心话大冒险的诅咒 却有其事 卢卡斯不敢拖大 急忙选择了真心话 按照神秘声音的要求 她给艾琳娜打电话表白 艾琳娜虽然感到有些意外 但她知道 年下当务之急是 让所有人都意识到 诅咒是真的 当初参与过教堂真心话大冒险的人 又聚集到了一起 这其中 少了始作勇者科特 以及依死的罗尼 马基原本并不想参与讨论 但艾琳娜却说 现在正在进行的游戏顺序 和他们当初在教堂中一模一样 刚刚卢卡斯完成了游戏 接下来就是马基 话音刚落 马基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是一条写着选择真心话 还是大冒险的短信 马基有些不信邪的选择大冒险 她接到的任务是 打断艾琳的手臂 马基虽然对艾琳娜当中 揭穿自己极为愤怒 但还没到打断艾琳娜手臂的份上 然而 艾琳娜却一脸严肃地 拿了锤子交到马基手里 并且将手放在了桌上 马基有些犹豫不决 但艾琳娜却在不断催促 马基终于鼓起勇气砸了下去 随后 艾琳娜被众人送往医院 接下来轮到亚裔青年雷姆了 她在医院经历了诡异的一幕 一个老人死而复生 并用诡异的笑容询问雷姆 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雷姆急忙选择了真心话 此时 她的父亲刚抢来到医院 并且她用诡异的表情询问雷姆 为什么还不找女朋友 雷姆不敢撒谎 只能老实交代 自己其实是个同性恋 这样身为警察的父亲 有些难以接受 紧接着 游戏轮到了泰森 他今天要去参加一场面试 等待中 手机接到了选择真心话 还是大冒险的短信 泰森先是发了一个 搞怪图标嘲讽对方一番 面试过程中 泰森谎话连篇 直到最后 面试官用诡异的表情询问他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泰森选择了真心话 但他说的依然是谎言 作为惩罚 他表情诡异的 将一只钢笔戳进了自己的眼睛 并且还在门上狠狠地撞了一下 朋友们赶来的时候 泰森已经死了 阴红的鲜血 顺着门缝流了出来 再次证明了诅咒的真实性 至此 众人终于达成了共识 往后只选真心话 直到危机解除 幸存的几人 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房间里 马基和艾琳娜上网查找线索 经过一番搜索 众人才发现 原来在墨西哥 也有人参与了这个游戏 一个年轻女子 在加油站 莫名烧死了无辜路人 正是电影开头的那段画面 除此之外 他们还在社交网站上 找到了那个女人 和当初诱导 他们参加游戏的科特的合影 马基在女人的脸书上留言 告诉她 他们一伙人也参与了游戏 要求见面详谈 另外一边 早早回到房间的布莱尼 遇到了新的情况 她在照镜子的时候 被镜中的倒影提问 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布莱尼按照和众人的约定 选择真心话 但却被影子提醒 连续有人选择两次真心话后 下一个人必须选择大冒险 布莱尼心底暗骂 如此一来 刚才的提问 不就显得毫无疑吗 最终 她便要求边喝酒 边绕着房顶边缘走一圈 布莱尼不敢耽搁 只能照做 很快 楼下商讨对策的同伴 便发现了房顶上的布莱尼 他们急忙拿出床垫 在下面接着 原本一切顺利 但当布莱尼转到房子后面的时候 她的脚下出现了一道铁栅栏 栅栏上面全是锋利的尖刺 朋友们急忙将床垫甩到了上面 但床垫很快就被刺穿 如果布莱尼失足掉下 则必死无疑 此时 艾莉娜集中升职 直接开车将栏栏撞到 布莱尼显知幼显地 掉在了电子上 接下来 艾莉娜接到了神秘女人的回复 同意见她们 一番跋涉之后 众人在处偏僻的居民楼下 见到了那个女人 女人一直在追问 谁是艾莉娜 似乎都对这一点十分关心 但众人却更加急切地想知道 更多关于游戏的细节 女人表示 她和科特都是受害者 他们必须不断地想办法 拉人来玩这个游戏 因为参与者越多 轮到他们的机会就越少 布莱尼觉得这个地方不安全 于是 她提醒艾莉娜离开 不料 女人立刻掏出枪 对准了艾莉娜 原来 她刚刚接到了大冒险任务 就是杀死艾莉娜 情急之下 雷姆和卢卡斯急忙冲过去夺枪 女人受到干扰 慌乱中开枪 不幸的是 站在艾莉娜面前的布莱尼重担 当场死亡 女人也因为任务失败 而开枪自尽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一群人中 只剩下了艾莉娜 马基 雷姆和卢卡斯死人 女人的死亡惊动了警方 警长希望艾莉娜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出来 但艾莉娜却闭口不谈 她觉得 在这件事上 警察并不能帮上忙 反而会让他们顾此失彼 随后 四个人决定分头行动 雷姆找他的警察老爹探查情报 另外三人 则继续从网上寻找线索 马基和卢卡斯 根据教堂墙壁上的文字 查到了教堂的历史 期间 艾莉娜又接到了新的游戏请求 为了保护朋友 她依然选择大冒险 但冒险任务却是 和闺蜜马基的男友卢卡斯睡一觉 来一次深入的人生探讨 得知情况的马基大为愤怒 但毫无办法的她 只能选择默默离去 在艾莉娜和卢卡斯亲密交流期间 卢卡斯也接到了任务 她被要求说出心中最爱的人是谁 得知卢卡斯最喜欢的还是马基 艾莉娜翻身下床穿好了衣服 接下来 在咖啡店外的马基也接到了任务 要求她找到父亲自杀时 用的那把枪 艾莉娜和卢卡斯不敢耽搁 按照网上的地址找到了修女 修女是个聋哑人 她只能靠笔和本子与他们交流 根据修女的描述 艾莉娜了解到 那座古老的教堂原来是个女修道院 但修道院的神父却很不检点 她强迫修女们和她做游戏 并对她们进行疯狂的羞辱 其中一个修女不堪忍受 于是按照古籍中的记载 召唤了一个名叫 加勒克斯的恶魔来对付神父 最终 神父遭到了报应 但修女们也因此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神父死后 恶魔依然不肯罢休 召唤恶魔的修女 只好割下自己的舌头 用特制的瓦罐封印了恶魔 原来 他们面前的修女 就是最初召唤恶魔的人 但不幸的是 后来者将瓦罐打碎 恶魔重回人间 说着 修女搬来一只全新的瓦罐 还将封印恶魔的咒语 交给两人 另外一边 大冒险的游戏仍在继续 雷姆这次只能选择大冒险 他不要求偷走父亲的配枪 然后让父亲归地求饶 雷姆只能照做 但事情进行到最后一步 雷姆父亲的同事却突然拔枪 砰的一声 雷姆中枪倒地 当场身亡 由于已经有多人死亡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艾莉娜再次被警方叫去问话 因为网络警察找到了 他和已死的那名神秘女人之间的通信记录 好在警方未发现 艾莉娜的任何犯罪证据 所以他得以重复自由 在这次问话中 艾莉娜意外地用手机拍到了 警方所掌握的资料 得到了科特的具体地址 而科特就是那个 无意中打碎瓦罐 再次释放恶魔的人 现在 唯一能解救中人的办法 就是割下科特的舌头 并存缝进瓦罐之中 夜幕降临 三人强制将科特带到了教堂 科特被迫念诺语 整个教堂开始颤动 咒语念完 但科特却没有勇气割掉自己的舌头 此时 恶魔不甘被封印 急忙下达任务给卢卡斯 让他杀死艾莉娜或者马基 卢卡斯不忍伤害自己所爱的两个女人 于是 拒绝完成任务的他 选择自我了断 艾莉娜和马基急忙上前将他按住 眼看事情即将失去控制 科特只能开始割自己的舌头 但一切都已经完了 双眼血红的卢卡斯 挣脱了艾莉娜和马基的束缚 朝着科特冲了过去 在扭打中 卢卡斯杀死了科特 紧接着 他横刀割向了自己的脖子 死在莱莉娜和马基面前 此时 恶魔附身已死的卢卡斯向马基提问 选择真心化或者大冒险 艾莉娜集中生智 让马基选择大冒险 很快 任务被下达 恶魔要求马基开枪杀死艾莉娜 马基根据艾莉娜的指示表示拒绝 如此一来 马基被恶魔上身 相当于被判死刑 而按照游戏规则 艾莉娜作为唯一的幸存者 有权开始信论的游戏 于是 她邀请恶魔参与真心化大冒险 而此时 恶魔无法拒绝 艾莉娜询问恶魔 选择真心化还是大冒险 狡诈的恶魔选择了真心化 艾莉娜询问恶魔 如何停止着该死的游戏 不料 恶魔却说 打破网关释放她的科特已经死亡 游戏永远不会结束 除非所有参与游戏的人全部死亡 这个消息让艾莉娜感到一阵绝望 情急之下 她用手机录了一段视频 并发到了网上 邀请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人参与游戏 这样一来 成百上千万的参与者 就会让她被选中的几率 下降到极低水平 艾莉娜和马基中 用这种方式 摆脱了恶魔的束缚 但这种邪恶的游戏 正在急速扩散 电影至此结束 电影真心化大冒险 上月2018年 由杰弗瓦德·洛指导 该片巧妙地 将惊悚恐怖的元素 与游戏好玩游戏的特点相结合 从而产生了令人叫决的奇妙反应 相比于映版的真心化大冒险 这部电影的剧情 以及惊悚程度 明显更为优秀 抛弃单纯依靠血浆 带给人视觉冲击 光是对于恶魔的游戏请求 何时到来 以及何种方式到来 就完全全抓住了 每一个影迷的心 电影在人物塑造上 也处处给人以惊喜 女主艾琳娜 从游戏刚开始的 他永远以牺牲小我 拯救成千上万人 到后来 他却选择让成千上万的人 卷入这场死亡豪赌 从而救赎自己 他从一个嘴上 慷慨服役道德的英雄 变成一个 惜命如今的普通人 这不是道德的退步 而是驱离避害的人性本能 并不是所有人 都用其牺牲自我 这正是英雄的可贵之处 老修女是当之无愧的真英雄 他愿意指动割下舌头 拯救苍生 但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科特 即使他被枪指着 也不愿意割下自己的舌头 封印恶魔 两相比较高下礼盘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一无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